對拜登的視線 讓大家覺得很奇怪 鏡頭拉開看 他有兩個提詞器 那麼請問一下這句話 施老師 是放在他的提詞器裡面嗎 我先講 因為蔡英文 她沒有讀稿機 沒有稿子的時候就會出錯 她2016選 那次訪問美國回來 她好高興 她說 應該是從民主黨那邊 或是美國那邊學來 她發現說讀稿機 是左邊右邊的 不然的話她一直要看稿 看中間 或是看一邊 所以我想這個讀稿機 應該是有一陣子不是現在了 OK 第二個就是說 拜登 因為他很臭屁 他認為說他在外交委員會 蹲點很久 2000年的時候 又當了委員會的主席 那我記得當時他來台灣 把這個閉門會議的時候 把陳水扁迅了一頓 說你們台灣不是什麼獨立國家 OK 中華民國的 然後回到美國的時候 小布希我印象中 他講了一個說 我們是Do whatever we take 還是怎樣 就是說我們會盡其所能 來幫助防衛台灣 OK 你知道拜登就一老賣老 他說那個TRA台灣關係法 在立法的時候 我有參與 他裡面的精神是什麼 然後他應該是在 不曉得是紐約時報 還是在華盛頓 Post 就寫了一篇投書 然後他的投書的那個稿子 的那個名字叫做 Words Matter 就是說用字潛詞很重要 你知道他跟小布希訓了一頓 所以你會覺得他是亂講的嗎 不 話又說回來 他上台到現在 特別是這半年來 老是在講 其他地方我們不講 有關於中國跟台灣的部分 老是會講錯 然後他們的發言人 或者是布林肯恩 或者是Sullivan 都會出來幫他澄清說 不是這樣的意思 對 可是澄清跟他的原文 就完全不同 所以我們在講說 到底他是雷根第二 因為雷根也是這個樣子 你知道雷根 如果是脫稿以外的東西 他就會講錯了 OK 那真的是有點痴呆了 還是故意的 對 所以我就想問你 因為你看知情人是說 不在講稿裡面 那當然你知道 像我們以前播新聞 也是有這個讀稿機 但像我就會喜歡 加一點 剪一點 都會用一些自己的話來詮釋 所以也許我不知道 是不是這個拜登講講 唸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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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有感 他就丟出了一句 或者說 我覺得是故意的 我可以再補充一下就是說 你往往他們的總統在 重大的演說的時候 都會事先是有一個先的文字稿 對 然後他到時在講的時候 因為他是根據稿執念 但是他可能會有一些東西 就不講了 有些東西會加油添出多的 那些東西 對 那到底是哪一個是真的 當然是以總統講的為真的 對不對 最後你事先講的是一回事 所以他一定有說 臨場應變 那很多就是他感覺到 立即的就是說 他可能感受很強 所以我覺得他基本上就是說 他就是鼓勵 他不只是在三峰點火烏克蘭 他甚至在鼓勵他們內部起來 就是要來把他推翻暗殺 或者是怎麼樣 我們益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購 掃一下